第五十八組 開始 評審好 各位 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興你會跟大家介紹我們 載自台灣科技大學 那我們的產品叫做Kono Kono的信號能夠讓你在編輯底細的同時 能夠上傳圖片跟錄音檔 在編輯底細的同時能夠做這兩件事 那為什麼我們會做這兩件事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發現 不同的載具有不同的螢幕大小 那其實在這次中它也有不同的特性 所以為什麼當我們在用裡面 輸入一些記錄的時候 或一些記錄的時候 我們的手機躺在旁邊 可是我們卻沒有善加發Douglasm的功用呢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想到了 如果老師這時候講了一張非常重要的Slide 我可能會直接拿起我的手機做拍照 然後它同時能夠匯進到我的筆記的編輯環境裡面 那這就是Kono小所要被大家帶來的功能 那我想這是一個共眾影哲展的年代 那剛剛很多組別有介紹就是 關於美食還有旅遊的一些分享 那我想這些資料都會很喜歡在我們的筆記編輯環體當中 但是在筆記編輯環體當中 我想我們團隊意識到的就是 在空間當中有哪些載具的存在 那在空間當中我們能夠如何去利用 這些不同的載具 能夠營造一個使用者經驗的連貫 而不只是利用背後的雲端 將所有的資料都同步在一起 我們希望做到的是 雲端是我們的靠山 但是我們希望是用按照不同的 device 能夠提供不同的使用者經驗 最後能夠彙整這樣的經驗 在不同的空間當中 能夠為使用者帶來很多新奇的體驗 那這就是Kono所要為大家帶來的功能 那我們也發現就是 在Midl 8裡面 就是我們Kono的設計 我們希望讓使用者能夠提供一個很舒適的編輯環境 謝謝大家 謝謝第五十八組 接下來第五十九組